三百斤的胖大婶擦了网上购买的香水 瞬间就变成一个身材苗条的风情少女 她惊讶地看着镜子里面的人 这不正是自己二十年前的模样吗 就在她兴奋的时候 一条白色的小短裤突然从她腿上掉下来 之前的马子着实有点大呀 大婶想来想去总感觉这是幻觉 于是她对着墙壁就是一顿顿 还是很痛啊 她又来到镜子前 轻轻地摸了摸肚子 以前的大坠肉不见了 撩起袖子一看 以前的大胳膊也不见了 再撩起裙子 这一双修长的腿她自己看了都羡慕 以前看不到的脚背现在也能看见了 这不是上天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吗 于是在西连穿戴马 拿着女儿的衣服就出门了 随后在西就来到了一家服装店 她看上了一条裙子 就在她拿出卡准备分期付款时 服务员却一脸嫌弃地告诉她 她的卡已经被停了 于是身无分文地在西只好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来做抵押 服务员看着身份证上的照片 这明显不是你啊 在西急忙撒了个谎 就在这时一旁路过的大叔却看上了在西 她想邀请在西去参加模特面试 面对这样的机会在西自然不会放过 经过面试官360度无死角的检查后 在西的身材超级棒 直接就通过了考核 让她留在现场做了替补模特 好巧不巧的是 压轴模特因为骨质增生还穿着高跟鞋走秀 直接在T台上摔倒了 面试官急忙找到在西 让她顶替模特上场 可就在给在西化妆时 在西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联想起便回庞大婶的模样 直接吓得跑进了储藏室 主设计师得知消息后来到储藏室找到在西 原来是因为她极度不自信 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回想起以前感觉到十分自卑 于是设计师决定亲自为她化妆 帮助她找回自信 当在西出场时 她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主设计师看着视频里的在西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可就在她走最后一场压轴的时装秀时 却突然昏睡倒在了T台上 原来是上午便生前她吃了大量的安眠药 现在药效发作了 任凭周围的人怎么叫 都打断不了她的美梦 在西的昏厥画面经媒体曝光 这场时装秀瞬间成为热搜榜第一名 太久没有上过热搜的设计师 竟看着手机偷偷地乐 而在西因为昏厥醒来后身上并没有钱 直接在路边找了个椅子 拿着报纸一概就睡了起来 第二天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又变成了300斤的大胖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